当时是在6月份的时候 在我们小区电梯中看到了这家健身房的广告 他们有粘贴开业预售活动 当时觉得价格也比较合适 离家也比较近 这家富养游泳健身准备开在绍兴岳城区 棒垒球体育文化中心 采访时店里还在装修 小金说6月份他先交了200块钱定金 7月份又交了4880元 办了一张三年卡 对方表示8月份会开业 结果8月份左右问他的时候 一直以亚运会不能装修 然后停工等原因一直拖 亚运会结束了 就是问他说还在铺地板什么的 器材也一直没有进来 绍兴岳城区棒垒球体育文化中心 是杭州亚运会棒垒球项目的举办场地 小金表示 比赛期间没法进行大规模的装修 他能理解 可比赛结束后 他发现健身房的装修进度并不快 心里没底提出了退款申请 健身房方面也同意了 就是说要到市营业才能给我们办理 但是这个市营业也是遥遥无期 然后在10月份的时候 他答应我们是在下个月月初 可以给我们退款 但是到11月份月初的时候 就是还是没办法把我们办理退款 这家健身房分为上下两层 记者目测了一下 可能有好几千平方 装修师傅说地板吊顶已经基本完工 他们在做木工活 记者电话联系上了健身房的负责人刘总 对方表示最近几天打算增加人手 争取在半个月左右装修完早点开业 后面我们10月15号才开始复工的 市营丰的一个装修确实也要三个月的时间 不是说免租装修 我们都是负责房租在哪装修的 因为我们自己每个月这样的一个房租 10来万损耗也很大的 我们也很急 你到时候我们事业也开出来 你要是真不满意 到时候我给你退掉就好了 我们也是想说 客户那看看能不能多留一会 刘总表示他们还是想争取一下客户 记者把情况反馈给了小金 他愿意再等等看 要把18黄金也继续报道